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四三五章响亮的耳光 那好 咱哥俩就坐在这里吧 天双筷子 万菊长笑道 王菊花两口子算是猛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坐在这里 坐在首席上的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马上感觉到事情的不对 大家都混官面混这么久了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那个位置上肯定有一位大神 不说有没有大神 就冲着在那里 有能搭上万家这样线的机会 他们就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时机 于是 在首席上的七八个官面上的老家伙 纷纷笑道 我看这个位置不错 我也来这里坐吧 对对 听说万少和万菊长酒量不错 大家切磋切磋 一张原来宽松的桌子 加入了万家的两个人 以及七八个首席座上的人 马上显得有些拥挤了 王菊花和他丈夫愣在当场了 王菊花还没认清楚形势 他如如道 万菊长 万少 这里挤了点吧 他话还没有说完 他老公就碰了他一下 示意他住口 他傻 他老公可不傻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万英卓懒得理会这些人 他连忙倒了两杯酒 端到叶浩轩的跟前笑道 叶少 好酒不见了 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在这里碰到你 来咱喝一杯 我干了 你随意 万英卓说这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真的是喝得一滴都不剩 叶浩轩 叶浩轩点点头 虽然他对万大嫂的印象不好 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万英卓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他端起酒来 喝了一小半 便放下了杯子 见叶浩轩喝了酒 万英卓的脸笑得像菊花一样 碰了一下在他一边愣神的堂哥 万局长一争 他并不认识叶浩轩 而且看叶浩轩的打扮 并不像是有钱人 但是自己的小堂弟这么恭敬 还是以自己敬酒 这是为什么 但他不愧是单位的 马上回过神来 连忙把叶浩轩跟前的酒满上 然后倒了一杯笑道 原来是叶少 酒痒了 来 我敬你一杯 说这万局长 也是把跟前的酒一饮而尽 叶浩轩也点点头 喝了酒 剩下的人有些大眼瞪小眼了 恕他们眼拙 他们没有认了来叶浩轩是什么人 但是连万家的人都这和小心翼翼的 他们巴结一点 错不了 于是这些老家伙们一轰而上 抢着给叶浩轩敬酒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连这张桌子上坐的其他人都敬了酒 小心无大过 万一这些人都是牛叉的红三代 那岂不是错过了抱大腿的机会 几个人闹哄哄的敬酒 倒把王菊花夫妇晾在了一边 两人直愣愣的看着眼的这一幕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被他们晾在一边 被他们说成是土包子 来这里混吃混喝的人 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是他们看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 叶浩轩的几个同学们目瞪口呆 这待遇上的反差 让他们有些回不过神来 也只有尚平知道 他们是沾了叶浩轩的光 对于叶浩轩的能量 他暗暗地吃惊 其他的几个同学 不知道万英卓是谁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万家的少爷 根正苗红的红三代 那可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予的人物啊 可是在他眼中了不起的大人物 竟然对叶浩轩这么恭敬 这让他一时半儿也回不过神来 叶少是什么时候来京城的 怎么也不能知一生 我好去接风洗尘啊 万英卓笑道 刚来不久 有些私事处理 所以就没有惊动万少 在这里向万少赔不是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哪里 叶少太抬举我了 我在京城还算是有些人脉 如果叶少用得早 尽管说一声 我一定全力支持叶少 万英卓善善地笑了笑 这是我堂哥万明 是我大伯的儿子 以后请叶少多多关照 万英卓笑道 万明星中一抽 瞬间明白了叶浩轩的身份 刚才他堂弟的那句话 无非是向他传第一个信息 虽然说的隐晦 但他也是八面玲珑的人物 一眼就看到了这其中的不对之处 以万英卓顽酷的个性 一般的人 他还真的没有看到眼里 他对叶浩轩的态度十分恭敬 这只能说明了一个原因 那就是叶浩轩的身份不简单 万家在京城算得上 是不错的大世家 如果是同级别的世家 万英卓绝对不会说出 让叶浩轩观照这样的话了 联想到叶浩轩的姓 万明瞬间明白了什么 京城 只有一个叶家 眼前这个看起来 衣着随便的年轻人 竟然跟叶家有关系 叶少 失敬了 万明连忙再敬了一杯酒 借着这杯酒压惊 这才让自己的心平静了下来 今天是我妹子大喜的日子 我这个做哥哥的没有什么拿出手的 只有敬你夫妇二人一杯 祝你们白头偕老 和和美美 叶浩轩笑着站起来 举起一杯酒 愣在当场的李小美夫妇 这才回过神来 各自端起一杯酒 和叶浩轩碰了一下 喝了下去 叶 叶大哥 谢谢你 李小美回过神来 这是叶浩轩给她撑腰呢 她的那个婆婆一直一来都嫌弃她的出身 就算是大婚的当天 也没有给她好脸色看 叶浩轩的身份不一般 她无非是告诉她的公共婆婆 以后自己受了委屈 找她们算账 既然是叶少的妹子 那也就是我的妹子 来 哥哥敬你们一杯 以后如果受了委屈 来给哥哥说 不管是谁 我都让她们好看 一边的万民连忙站了起来 举起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我这个妹子家境不好 不懂的地方多 还希望你们做公共婆婆的 不要怪她不懂事 叶浩轩扫了脸色发白的王菊花夫妇 两个人一眼 两人的身子一颤 知道叶浩轩这是在警告他们两个 意思无非就是李小美 如果在这家受了委屈 她不会放过这两个人的 叶少 我们当然不会 我对小美会像亲生女儿一样 李菊花惶恐地说 她暗骂自己有眼无珠 竟然把这么一个大人物 晾在一边 而且还骂她是混吃混喝的 想起叶浩轩 可能有的巨大人脉和能量 她都忍不住浑身发抖 现在有些人势力眼 见风使舵 但是本性是改不了的 小美啊 以后可不能做好人 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好 你尽管放手去揍 出了事情 我担这 叶浩轩笑道 我知道了 谢谢叶大哥 李小美感激地说 叶少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小美当作亲生女儿的 一定会的 王菊花的丈夫惶恐地说 联想起刚才敬酒的时候 直接无视了叶浩轩这一桌的人 她就满身冷汗 叶少 去首席吧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王菊花连连鞠躬 不用了 在这儿坐这挺好 我吃好了 马上就走 免得有人说我在这里 是混吃混喝的 要把彩礼钱吃回去 叶浩轩站起身来 威慑已经达到了 叶浩轩已经没必要待在这里了 以后李小美的公婆 绝对不敢看不起李小美的 叶少 在坐儿吗 怪我们 我们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王菊花夫妇 两人混身冷汗 这是叶浩轩发泄刚才的不满呢 他们现在几处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耳光 放着这尊大神的大腿不去抱 真是有眼无珠 叶浩轩一起来 其他的几个同学也没必要留下来了 万英卓兄弟两个也起来了 一大桌子老家伙老家伙也赶紧起来 就算是不走 也得出门送送啊 叶浩轩和几个同学一起 打了出租车离开 看到叶浩轩离开 万明才抹了脑门上的一把汗 一把将万英卓拉到一边问 小卓 你告诉我 那个叶浩轩到底是什么身份 大哥 你别问了 我不能说 我得罪人了 万英卓哭丧这脸 他到底是谁 告诉我 万明立声道 万英卓脑袋一缩 他最怕的 就是他这个大堂哥 看着他严厉的神色 他只得如如的说 就是前几天 我道清源惹的事情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 我问你他是谁 万明问 你不都知道了吗 万英卓说 你是说 叶家 万明问 万英卓不说话 给他来了一个默认 万明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他惊道 嫡系 恩 大哥 我有把柄在他们手里抓着 你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 不然的话 我们万家都会跟着遭殃 万英卓哀求道 你先给我说清楚再说 叶家嫡系就那么几个人 我可没有听说过这小子 难道 这小子来自民间 万明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是 万英卓艰难的说 说 你有什么把柄抓在他手里 事关万家 整个家族 让万明不得不重视 是这样的 前几天 剑影瞒不过去 万英卓只得老老实实地 把清源发生的事情 给说出来 他越是说 万明越是冷汗直流 你是说 你擅自调动你爸的那位 还把枪指向手掌 万明咬牙切齿地说 还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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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 你 还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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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